巨人宝宝在街上行走,路人如同蚂蚁,一不小心就会被踩死,宝宝突然爬下,拿起一辆车塞进嘴里,当成玩具啃咬,随后晃来晃去的玩耍,每一次对路人和车上的人都是致命的伤害,幸好宝宝玩累了,把他们放了下来,政府连忙派出一辆雪糕车,把宝宝吸引到人少的地方,然后让空军给宝宝注射镇定计,但空军的枪法不准,射到了宝宝的玩的电击塔。 宝宝害怕得嚎啕大哭,听到哭声的妈妈十分心疼,她不能再让宝宝处于危险的境界,让发明家丈夫也把自己变大,丈夫却非常犹豫,因为她还没研发成功,宝宝是无意间被她击中变大的,但她还是满足了妻子的要求,宝宝看到妈妈冷静下来,开心地向妈妈跑去,妈妈紧紧地抱住她,丈夫抓紧机会把两人变醒。 男人在雪地上撒尿,地上却突然出现一个洞,她好奇地过去观察,用棍子轻轻一戳,洞就开始塌陷,她没想到整个冰面都在往下陷,男人吓得急忙后退,可她还来不及走,整块冰面都塌了下去,男人急忙抓住行李,可她还是掉了下去,幸好行李被几只雪橇犬拉住,男人的同伴也及时发现,连忙过来拉住绳子, 男人这才没有掉下去,男人赶紧往上爬,没想到抓了个空,直接倒了下去,幸好她及时抓住了绳子,而男人的脚下,竟然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,男人看了一眼十分害怕,并且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,关键时刻伙伴扔下一根绳子,男人小心翼翼地抓住,可她的手太冰,根本用不上领, 伙伴们见状赶紧用力往上拉 男人也找机会往上爬,最终男人脱离了危险 两岁宝宝把自己关进冰箱,打不开门的她拼命挣扎,大声呼喊妈妈,但妈妈已经服安眠要去世了,宝宝越来越感到寒冷 幸好最后,她推开了冰箱门,她又拿上布偶来阳台玩,但不小心布偶掉了下去 宝宝爬上栏杆去捡,她越爬越高,半个身子都在栏杆外面 并且一不小心就会踩空,掉下三十楼,幸好对面邻居看见,及时把宝宝喊了下去 肚子饿得她去找东西吃,把几个煤气灶都打开,然后把饼放上去,还用手去翻动 手差点被烫伤,很快饼燃烧起来,宝宝尝试着把火吹灭 但火越烧越大,她只好去找妈妈,看到散落的安眠药 她以为是糖,捡起来一颗接一颗的吃,此时爸爸打电话来,但宝宝已经睡了过去 我会现在来看看 您 Patreon,但是请您仔対给划答 就很好